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克强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成为仅次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排名第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并在第二年成为总理 当时曾有习理体制的说法 但实际上习近平独掌大权 并在2018年修改宪法 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实现了党的总书记的三连任 随后在2023年实现国家主席三连任 而李克强则在任职两届军后 卸去了党政领导职务 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10月26日宣称 以色列地面部队连夜对加沙地带北部开展军事行动 针对性袭击了哈马斯的多个军事目标 然后撤军 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陆军电台发表声明称 这是当前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中 以色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成功攻击了哈马斯多个基础设施 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 以色列军队这次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的军事行动 是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做准备 这可能是指 以色列领导人威胁要对加沙地带进行全面性的大规模地面战 以此达到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军事目标 路透社10月26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称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可能会蔓延到中东以外地区 报道引述莫斯科科里姆林宫的记录内容称 在会见俄罗斯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我们今天的任务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流血和暴力 否则 战争进一步升级的危机 将带来严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 不仅是对中东地区 它可能会蔓延远远超出中东地区 国际社会担忧 以哈冲突可能演变成一场 更大范围的战事 五角大楼发言人 赖德将军24日证实 过去一周 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 至少遭到无人机或火箭13次袭击 我们知道 发动这些攻击的组织 得到伊朗的支持 目前 美国政府正在为最坏的状况做准备 包括从中东撤离数十万美国公民 美军艾森豪威尔号 航母打击群也改变方向 前往中东震慑伊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日 告诉联合国安理会 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 不希望战时扩大 但是不要搞错了 如果伊朗或其代理人 敢在任何地方袭击美国人员 美国将迅速果断采取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日前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进一步加强俄伊伙伴关系 而中共则持续为俄罗斯输血 双方的贸易格急剧飙升 有评论认为 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 时评人士周晓辉近日表示 以色列乃至西方世界 必须认清楚 若想从根本上削弱哈马斯等恐怖组织 削弱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肆虐 一定不能忽视他们背后的支持者 事实上 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已知晓 世界上不少恐怖组织和邪恶政权背后 都有中俄的影子 10月17日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克尔在X平台发帖道 俄罗斯中共和伊朗是同牢 他们正竭力破坏美国在全球的 合作伙伴和利益 但周晓辉也认为 中共挺哈马斯 也使世界更多国家 进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恶 另外也是搬石头自砸脚 挺哈后果就是将继续加速 外资的撤离和投入 全世界大量财富 掌握在犹太人手里 中共官方发布2024年 除夕不休假后 引发民间强烈反弹 大批民众抱怨 除夕业不能与家人团聚 同时吐槽 除夕团圆习俗 就这样被我党无情抹去 10月26日 海外流传一张微信截图显示 已知袁世凯因为元宵谐音 元宵所以取消了元宵谐 那么现在取消了除夕放假是烟肥 有网友提起除夕谐音为除夕 但随后又有网友发现 该张图片在微信已遭限制 据传元宵谈 元宵谈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 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 但又怕人民反对 终日提心吊胆 一天 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 拉长了嗓子在喊 元宵 觉得元宵两字 谐音听起来像元宵 有元宵谈被消灭之前 因此于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 只能称汤圆或焚果 然而元宵两字并未因他的意志而取消 老百姓之后仍照样在民间流传 因此这次有关除夕不放假的消息传出后 立即在网络成为热门话题 许多中国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展开讨论 网友们纷纷细说 除了除夕当天不放假 可真没好的办法 习不能改姓 那让他爹也不会高兴 那除夕被用了几千年了 更不能改 这可如何是好啊 讨论崇祯 结果崇祯被下架了 现在讨论袁世凯 也被下架了 粤与习总跟杂种同音 这又如何是好啊 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 往往当一个社会出现大量 嘲讽极权统治政治效果的时候 就离改朝换代不远了 早在2002年 贵州就曾出现 刻有中国共产党王大字的王贡时 坊间传闻 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久 大陆民众讨论中提起 若习近平不解体中共政权 自然对于民间传出的 支言片语都会忌讳 10月24日大陆抖音平台传出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生演习的视频 视频中 两名扮演抗议者的学生 拉着要公平要正义的横幅 两对扮演公安的学生 手持防暴盾牌等器械裂阵 待抗议者的攻击过后 开始辩证包抄 准备暴力打压和抓捕 该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 这是明目张胆的 要站在公平正义的队里面 还有人说 开始普遍的不装了 也有人认为 这是从娃娃抓起 群众斗群众 不久前 云南省楚雄师范学院 2023级先生 还演习了特警镇压讨薪工人 扮演工人的学生手持 欠债还钱的标语 最后遭到暴力镇压 报导指出 在中国大陆 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等名词 已被中共污名化 被抹黑为 境外势力的代名词 甚至走投无路的工人 集体讨薪 也被污蔑为 受境外势力挑唆 日前 社交平台X账号新闻调查 最近上传了一段 恒大歌舞团演出的视频 视频开头由 央视及深圳电视台的 男女主持人 分别介绍了 恒大民族歌舞团 大型公益文艺晚会 只见徐家印风光无限地 在掌声中招呼着客人 嘉宾马云等富豪 在众人的簇拥下 就做观看演出 宾客中还有外国人 乐声响起 女舞蹈演员们身着暴露的服装 动作极其妖美 歌舞团团长白珊珊 也亲自上阵读舞 据相关资料揭露 恒大歌舞团的女演员们 每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不但要毕业于舞蹈专业学校 还要外形漂亮 身材身高符合要求 经过多轮考核后 最后由许家印面试决定 大陆网站网易报道 恒大歌舞团 常驻团员200余人 团长白珊珊 曾多次网上炫富 千万豪宅 百万豪车 出入名牌傍身 白珊珊年薪超过500万元 每位团员年薪也超过60万元 恒大集团 米能对其公司支出 就超过1亿元 再加上巨额差旅等费用 恒大歌舞团年度开支 就超过了国内大多数企业的产值 报道称 恒大歌舞团是许家印 亲自主导和投资的项目之一 除了日常的演出和艺术交流外 恒大舞蹈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和许家印及其大客户搞好关系 被外界称为恒大的后宫 每当银行主管 大富豪或国外客户 来到恒大集团时 舞蹈团就为他们表演县内 恒大歌舞团的重要公关任务就在于此 该团在恒大许多大型项目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带动了恒大集团 在全国的业务快速发展 随着恒大帝国的坍塌 恒大歌舞团也于去年解散 اشتركوا في القنا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